这老娘们是个狠人 从天而降哭唱哀笑就拍地面上了 可万万没想到 身下竟然还有一个人 拥护啥如此嚣张呢 听来人给你捣鼓捣鼓 这个狠人叫小灵 从小就与众不同 找家长那更是家常便饭 一会儿就从一个小胖姑娘变成了大胖姑娘 最稳定的就是成绩 考到第二就算赢 小灵妈李幻英最大的心愿就是 你什么时候能给妈长回脸 幸福来的那是相当的快啊 转眼小灵就考上了首都戏剧学院 当妈的还热热闹闹的办了场升学宴 其实真相却是 小灵为了让他妈李幻英开心 买了一本假证升学宴上 李幻英那是开心到不行 可就改这一功劲 校长签名竟然掉闪了 还好李幻英机智 每一份都是院长亲手亲发的 缓解了尴尬 竟然又因为分子前几个人撕不起来了 这把小灵下蒙圈了 因为真正的录取通知书还在包里呢 就这样是通知书不出意外的意外掉了出来 这气氛好尴尬 回家的路上小灵边走边道歉 妈我知道我没出息 李幻英不乐意了 谁说你没出息了 虽然这事不太光彩 但李幻英没有过多的责备小灵 在当妈的眼里自己的孩子永远都是最棒的 随后李幻英拖着小灵就回家了 可就改这功劲 感想不到的事又麻烦了 前一秒母女俩还开心的骑着单车 车祸过后 李幻英生命垂危 小灵在病床边上哭成了泪耳 然后 小灵竟然走过来 突然一下就拍到一个 安全员赶忙着把小灵和被砸的人送到了医院 再次醒来的小灵蒙圈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 再问今年是哪年了 1981年 哎呀 我1982年出生的呀 完了 应该是传阅了 此时安全员想拉小灵去派出所 一脸蒙的小灵并没有太好的伴子 还好年轻时候的母亲李幻英及时出现 称她是自己城里的表妹 才算解决危机 咱也不知道这亲近咋认的 可就改这功劲 突然窜出来一个女人 这把李幻英吓得一句 你可吓死我了 全场都传开了 说你让隐石给砸了 这个女人叫玉梅 是之前随份子撕不起来那位 除了看李幻英出没出事 还通知她电视机到了 得抓紧去抢 毕竟那个年代电视也算紧俏无资 就这么得四个人冲向公交车站 然后 小玲 你好 你从后面上呗 好 我 我 我 咱俩咋下了 就剩下小玲和李幻英来到了商店 可见买个电视还碰到了老专家 真强 还没有说强 一顿皮皮哗哗的操作 两人都对电视势在必须 还剩一台 就在这关键时刻 小玲扮成盲人就过来了 再和李幻英的完美配合下 成功拿下电视 看着老妈高兴的样子 小玲暗下决心 现实生活女儿没让你开心 那就在这个穿越的时代好好让老妈开心一下吧 回到场里 一群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激动到不行 可以这一幕被小心眼的小琴看到了 那火上的哟 大炮起一嘴 今天电视的事算你走运 抢电视失败了 扬言要在排球比赛营的体体面面 本不想打比赛的李幻英 却因为一场意外改变了他的想法 这老爷们是个狠人 香烟反抽他挺乐 带着小弟胡乐乐 场区这片他负责 惊到马车哲呵呵 他就冷却 是这个场区的话是人 因为电视机的事情 小琴找他帮忙教训李幻英 可从出场到送走 总共不过20秒 可以说是事儿没百平 还搞了一身骚 但也因为这件事 激怒了本不想参加排球比赛的李幻英 说干就干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 总算是组织起了排球队 因为穿越的小铃见多识广 和冷特纪人聊的 但也是相当的哈皮 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随后的训练也是练得如火如茶呀 可就改训练的关键时刻 肝 玉眉鼓烈了 人员不起整的 他们也只能让小铃上了 俗话说得好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正式比赛刚一开始 小铃一发球 直接把队友的头发给干掉 这毕竟是个女同志 羞愤之下 嗷一下就撩了 好在有李幻英鼓舞大家的斗志 大家也都全力以赴 这或许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 但娘俩在一起拼尽全力打球的样子 真的很幸福 虽然最终输掉了比赛 但场掌却相忠了李幻英 于是一场美丽的邂逅即将开始 这老爷们有点狠 红马甲白衬衫 一看他就不一番 猪毛斗 跳大河 出镜养相 向大哪 这个看起来一表人渣的男人叫沈光林 他爸是厂长 因为李幻英的排球比赛 让老爷子相忠了这位金国不让须眉的女人 特意给他儿子和李幻英安排了一次相亲活动 这样的举动让小铃有些难过 因为他俩如果在一起 后面就没他啥事了 但因为冷特让小铃改变了这个想法 你什么时候让你妈成心过 此情此景让小铃想到 如果老妈能和沈光林在一起 相信她的生活一定会很幸福 她决定牺牲自己来撮合沈光林和妈妈 此时沈光林正在排练大合唱 往往过大拿奖音笔 标准的乐语就是这样 四遍了 记住没 主要你四遍四个样子 老婶 你一直在这听着呢 不是四遍四个样吗 不就应该四遍四个样吗 你唱的不是四首歌吗 小铃来到现场和沈光林一起聊起了李幻英人的事 你的意思是 你喜欢英子 此时天空一个炸类 随后小铃给了沈光林一张电影票 准备来一场偶遇吧 小铃找到李幻英 俩人这顿倒是就来到了电影院 小铃又让冷特故意把他叫走 可万万没想到啊 电影院单号和双号是分开的 连号的俩人并不在一块 就这样是 俩人完美错开 可惜了沈光林准备的爱心矛盾 但他还不死心 企图串到李幻英旁边 这气氛好尴尬 电影结束 这沈公子气蒙全了 小铃非常抱歉的说 草帅了 草帅了 要不咱明天去划船吧 虽然很生气 但沈光林说 大家欢迎 我叫光林 我俩 欢迎光林 很快就到了划船交流的日子 可意想不到的事 又发生了 很快就到了划船交流的日子 沈光林在小铃面前拿出了那盒熟悉的矛盾 前天就准备好了 昨天就想给他 那放三天不坏了吗 沈光林不乐意了 这傻话 我能给英子吃坏的 你千万别给英子吃 不吃我吃 味多正啊 这宫地冷特也来帮忙 四个人两艘船就浪漫的出发了 沈光林让李幻英吃毛豆 他满眼拒绝 沈公子这时候来节省劲了 这顿吃啊 可万万没想到啊 三天的毛豆旗反了 沈光林瞬间上劲 蜷缩到船尾憋得直哆嗦 他让李幻英抓紧滑呀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撞船了 沈光林一看岸边可能是来不及了 一个侧翻翻到水里 看水里泛起的波纹 再看沈光林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啊 舒坦了 后来小铃再去找沈光林 他语重心长的说 铃啊 我和幻英就这么结束了 再这么搞下去 我命可能就没了 晚上小铃和李幻英在一起喝酒聊天 母女俩像是闺蜜一样开心 一觉醒来 小铃看到李幻英在给他补裤子 真的很幸福 就改这一功劲 敢 李幻英拿出了结婚证 他坦言他和烧锅炉的亚洲大宝剑支付山子 已经密练三年了 昨天喝顿酒喝明白了 今早领在这 听到这话 小铃那是气到不行 这么草率吗 比比花花间把结婚证给撕碎了 这也撕碎了李幻英的心 直到这一天他的出现 才终于解开了几人的心结 他手拿鲜花 脚蹬二八 留着偏分 脸盘子挺大 他骑着自行车迎着春风向李幻英扑面而来了 他就是有着亚洲大宝剑支付支撑的山子 当小铃看到他的出现 哼哼就乐了 也终于释然了 看到这张脸 就知道什么叫亲爹了 简直就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三个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 小铃也终于理解了妈妈嘴里说的幸福 山高水长 原深原浅 其实妈妈开心就好 看着妈妈和山子远去的背影 再看看远方 小铃知道自己该回去了 走之前是冷退和安全员来送他 然而费了半天劲儿硬是没走领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安全员说你这裤子缝的挺好看的 小铃说 缝缝啊 此时的小铃突然明白了 可是我妈现在还不会疯啊 想到这小铃拼命的往家跑 是的 和小铃想的一样 妈妈也是一起回来的 我反而我还童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因为后面的故事太费手指 懒人也是在电影院哭着看完的 究竟是小铃穿越了 还是她走进了妈妈的梦 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母爱真的很伟大 无论是现实还是梦境 作为一个母亲永远希望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 出门在外所有人关心的永远都是你赚了多少马内 可当妈的永远问的就是累不累 苦不苦 这或许就是母爱的伟大吧 再次祝福天底下所有的母亲可以幸福健康快乐